大家好,我是橘子,欢迎收看本期《创意黑歌》,喜欢的小伙伴给关注我们。 世界上的植物繁杂多样,虽然大部分植物都是依靠光和作用生存的, 仍有少部分植物可以通过捕食昆虫。 来获取能量,猪笼草就是其中的代表, 如果将可乐倒入猪笼草内,会发生什么有趣的变化呢? 我们一起去看看吧! 猪笼草顶端的囊状叶片里长有蜜线, 通过蜜线分泌的化学物质来引诱昆虫, 然后通过内部的酸性消化液。 消化昆虫,既然消化液是酸性的,而可乐也是酸性饮料, 将可乐倒入猪笼草的捕虫囊内,会发生什么呢? 一位老外就做出了实验,从视频中可以看到, 他首先将做猪笼草捕虫囊中的消化液和昆虫残渣清理掉, 然后将可乐倒进捕虫囊中,打算测试一下可乐能否替代猪笼草的消化液。 一星期过后,猪笼草看起来没有太大变化, 老外将猪笼草中的可乐倒入碗中,并用新鲜可乐做对比, 我们不能看出猪笼草中的可乐颜色要浅很多, 而且里面还有小虫子,看来可乐并不能当作猪笼草的胃叶, 还会让它消化不良呢。 好啦,本期节目就到这里, 该视频素材来自于网络,由创意黑科剪辑制作, 喜欢的小伙伴们记得点赞关注哟,我们下期再见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